今天12月1號了 很多人說 終於才有了冬天的感覺 因為感覺說 今年的冬天來得滿慢的 其實這氣候的暖化 也影響到了螃蟹 萬里蟹 很多人說這讚 很好吃 可是他們今年的補蟹量 竟然就是因為冷得比較慢 所以整整少了三成 用蒜頭 蔥段 豆骨 辣椒 混合而成的醬料一起爆炒 最重要的主角 是當天現撈的花蟹 避風堂花蟹是必點 想吃原味的就選清蒸 不少遊客就是看準在漁港 現挑 現買 現煮一條龍 遠道而來 剝開清蒸花蟹一陣歡呼 畢竟他們開車開了兩小時 就是為了這一頓 我們是特別從台中上來吃萬里蟹 每一年都會這樣 我每一年兩次 今年的蟹的品質怎麼樣 那大隻呢 還是比較少 還是比較貴 有感覺比較貴 那OK 還是要吃 對 還是要吃 因為一年就這麼一次嘛 每年都在漲價 不是沒理由 因為今年的蟹特別少 第一個天氣不夠冷 螃蟹它的產量 就是比較不會出來 天氣真的太熱 11月底了 看看從老闆到時刻 哪一個不是穿短袖 暖冬讓今年的螃蟹量大幅降低 問攤商最清楚 螃蟹根本就沒有真的進來台灣 沒有真的進來 沒有真的 因為一般的話如果真的進來 這個時候就抓大概整層都是 隨便看都有螃蟹 你這樣繞一圈 螃蟹的數量不是很多 一般都是要整筒滿的那才是真的數量大倒那個邊崩 整個量是下滑大概少了三成左右 講沒兩句就搖頭因為今年生意太難做 看看攤份上以往多到滿出來的蟹籃現在只有三森兩兩 有的殼較軟品質差的還不能賣 只能盼望接下來進港船只能多撈一些 下午兩點看準海象潮汐漁船準時進港 卸貨再看看這三天成果如何 螃蟹活跳跳個個超肥美 以往三天航程撈個一千斤不是問題 但這三天才撈了兩百斤幾乎快要虧本 而且能不能上桌還得等新北市稽茶園 現在漁船已經進港了 他們抓了滿滿的萬里蟹 包括花蟹跟三底蟹等等的 但現在稽茶園正在稽茶 因為現在今年的新規定是 如果小於九公分的花蟹就必須放回海中 今年補蟹規定更嚴格 花蟹跟三點蟹甲殼寬低於九公分 時巡低於七公分就不能抓 尤其今年豹軟母蟹的進撈期再延長 從8月1日到12月31日 統統不能撈 這也是今年螃蟹進貨這麼少的原因之一 豹軟母蟹我們真的一艘船 一年丟下去的蟹量 真的可以買一台車 五六十萬 因為這是事實 我們會很小心的去選擇 回來會被罰 你看我們丟下去的小螃蟹 比抓上來的還多 寶寶寶寶寶寶很多 在海上邊捕就得邊放生 跟豹軟母蟹說拜拜 一年加一加年放生200噸 真的是讓一輛車的價值直接丟回海裡 不是漁民不想賺 而是現在螃蟹量減少 更得讓豹軟母蟹好好繁衍 才能年年有蟹吃 東森財經新聞揚照王惠婷 新北報導 看盤中斷趕快來按讚 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盤後交戰 都在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